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文化大學講座教授楊永明 翟軒好 大家好 前大使接文集 翟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推移少將立正傑 翟軒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來關注一下 現在這個黎巴嫩的 BB Code爆炸事件 我們來看看它其實 當時發生這樣的一個 集體爆炸的瞬間 現在畫面也是陸續出爐 大家看到的畫面 非常的驚悚 在醫院也是血漸一片 我們來看看這個畫面 畫面的左側 看到穿著黃色上衣的男子 疑似在查閱呼叫器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樣子 突然爆炸的狀況 所以其實也是造成了 非常嚴重的一些傷害 另外一個影片當中的男子 他其實在超級市場購物的時候 他的呼叫機也是突然的發生爆炸 所以怎麼可以這樣子遠端來操控BB Code呢 也是引發了非常大的恐慌 那根據累積到目前為止 已經造成了32人的死亡 昨天第一時間其實我們在節目上面 也就是這個時間點 我們也是在講這則新聞的時候 當時是9人死亡 可是現在死傷人數都在劇烈的增加 那黎巴嫩當地時間下午的週二 下午3點45分 也就是台灣的晚上8點45分 有許多的民眾就募集到 周遭人的衣袋啊 那個包包冒煙啊 隨即發生像是這個煙火聲 槍聲的小型爆炸 那各地大概一個小時之內 分傳這樣的恐怖狀況 就連黎巴嫩的 這個駐黎巴嫩的伊朗大使 其實也都是受傷了 那真主黨的官員也講說 這真的是真主黨史上 最大的安全漏洞 那多名消息人士就向路透社表示 這場陰謀似乎已經醞釀了好幾個月 那就在BB Code的這個爆炸事件之後呢 那他們現在在講說 這個是來自於台灣製造的 這樣的一個BB Code事件 矛頭指向了台灣 但是又緊接著發生了一波 這個日本製的對講機 也是連環爆炸 造成了20次 那黎巴嫩的通訊部呢 他們緊急回應 出事的這個對講機型號 其實是已經停產的 日本製造對講機 那他們的報導裡面提到了 還有像是這個太陽能板的 這種寄電器 以及這個汽車裡電池 發生爆炸 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周三爆炸的對講機呢 其實同樣是由真主黨 在五個月前採購的 在周二各地也發生這樣子的 這個爆炸的呼叫器呢 其實大概是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空來進行採購的 可是常常講說 沒有跟黎巴嫩進行這種大規模的交易喔 所以懷疑這些商品應該是仿冒品 日本那一邊他們是否認 早就停產啦 這應該是仿冒他們的對講機來販售的喔 所以現在這個事情就有待釐清啦 到底是怎麼樣子呢 已經有陰謀論四起 究竟是誰動手 難道說以色列會特別挑 就是跟美國友好的 像是台灣日本這樣的角色來進行下手的對象嗎 因為可能我們的提防心會比較低一點 我們會覺得說是以色列嘛 是美國爸爸最疼愛的以色列嘛 所以就有這樣一個講法說 美國情報官員是不是讓這個摩薩德 他們可能就成立一個空殼公司 這個BAC的空殼公司 那台灣呢 就是真主黨訂購了5000部 由台灣金阿波羅製造的BB扣 在春季的時候被帶入了這個真主黨 就是黎巴嫩這邊 那日本呢 對講機同樣也是在5個月前來採購 但是呢這一批是已經停產的情況 所以現在目前日本跟台灣都被牽扯其中了 那路透社的引述消息來源 摩薩德在設備內注入了一個板子 其中含有可以接受代碼的炸藥這些材料 通過這些手段很難檢測出來 因為它就是 這個等於說在板子當中 變成了一個小小的不知道是零件還是什麼 任何的設備掃描器都沒有辦法發現到 CNN就講說這是以色列情報機構 摩薩德跟乙君的聯合行動 我們看這個分析師講 他說這個攻擊他認為 至少是想要明著明顯的警告真主黨 我們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 只要是我們選擇的日期 我們就可以找到你們按下一個按鈕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人家講說 這好像是一個電影情節真實上 也讓大家覺得更恐慌 昨天可能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大家最大的恐慌是說 我們是不是用我們手上的手機也都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或者是說我們用的家電是不是也都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大家就開始有很多很害怕的聯想 我們看一下這個美國媒體講說 引述三名美國官員的消息來源 他們說以色列其實是提早行動 他們是在17號的時候決定要採取這個秘密行動 因為可能已經被真主黨發掘了 所以他們才要提早這個秘密行動 以色列在監控直到藏不住消息為止 再來我們看一下 到底布林肯是不是先知情 我們看到美方是講說 沒有 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黎巴嫩他們這一個爆炸事件發生前幾分鐘 有傳出來說以色列的防長有打電話給奧斯汀 就透露說我們要對黎巴嫩展開行動了 可是後來美國媒體就趕快否認 甚至連布林肯都特地出來予以否認 但是現在到底是摩薩德做的嗎 還是另外一個大家說可能比摩薩德更厲害的組織 叫做8200部隊 人家說8200部隊是精英中的精英 都是天才型的人 就是被網羅進去以色列的8200部隊 他們都是在各個學校裡面 可能還是國高中生那種數學天才 最頂尖的那1% 2%的人被網羅到8200 然後8200是專門在做一些這種武器型的 可能就是它既有駭客技術又可以製作武器出來 這樣的一個單位 它實力媲美美國的國安局 所以這樣的一個單位來做這個行動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 以前在伊朗離心機癱瘓的那一件事情 也是同樣8200下手 但是現在目前不知道到底是誰下的手 只是說好像大家都覺得跟以色列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中東 人家感覺好像更天變數了 布林肯預計第10度要訪問中東 但是在這個爆炸事件發生之後 局勢卻是日益緊張 呼叫器爆炸完 這個以色列立刻展開閃擊 就是對於黎巴嫩又發動了一波這樣子的攻擊 那真主黨也發射了40多枚的火箭暴復 以色列是空襲回應 新一波的這個戰爭又要開始了 黎巴嫩的這個通訊部長講說 這是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以色列的防長他沒有正面回應爆炸事件 卻告訴大家這是一個新階段的開端 看起來挺不平靜的 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怎麼看 其實在這個恐怖主義盛行的時候 那個時候後來發展到最後有一個名詞 在國際政治上也用的叫 國家支某個國家支柱的恐怖行為 所以就是State Sponsored 一個 Terroristic Attack 恐怖攻擊 所以看來以這次爆炸的規模 還有它的科技含量 以及它的系統性 而且它殺傷範圍之大 事實上的話 再加上這個裝置 事實上這次炸的人 裡面有八歲的小女孩也被炸死 還有很多無辜的人 在這個爆炸附近的人 所以它這種是一種 非軍事性的一種 兩國相爭的話相戰的話是軍隊人員 所以在戰爭法裡面就很清楚 你是軍事人員還是非軍事人員 對 你軍事人員你就要穿軍服 對 要不然你就是恐怖分子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應該我覺得是符合 因為現在CNN講了 是以色列的情報機構 這是國家機構 所以這是State Sponsor 國家所參與的這個恐怖行為 所以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受到 國際社會譴責的 因為它在攻擊的時候是無差別的 很多無辜的人被這種攻擊 你如果兩國交戰的話 你就軍事 你就用軍事的方法 而且你要對軍事目標 軍事人員 對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 我認為就是一個恐怖攻擊 非常非常應該受到 國際社會的共同的譴責 這樣子做的話 那真的沒有一個平民是安全的 而且你現在把同樣的做法 從加薩走廊又移到了黎巴嫩 那這個一次攻擊下就三四千人 就受到波及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從國際政治 國際法角度上來看 應該是不被接受的 那這一次我們很不幸的 我們台灣廠商也被扯進來了 我覺得以它的技術含量 跟它裡面的敏感的東西 我想製作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殺人利器的這個 第一個絕對不是我們這個公司 有這個能力的 這裡面你要加入那個炸藥 你看還難以偵測 然後最厲害的是什麼 它可以在同一個時間同時引爆 這個引爆的這個科技也不容易 所以才會西方國家才會說 以色列還有個8200部隊 裡面都是這些 頭腦特別好的 它是用高科技的手段在做的 那這個裡面我們被 我們的台灣公司 我的推測應該是被怎麼講 被戒牌 然後被匡入到這個裡面去 它是一個有系統 然後匈牙利可能也是空投公司 很可能這個殺人利器 用了我們台灣公司的牌 上面又寫Made in Taiwan 然後又由匈牙利的公司 這個空投公司 可是它整個製造我覺得 應該還是在以色列的這個 情報機關裡面 他們自己製造的 因為它裡面很多科技 它是不能夠外洩的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政府被牽涉 我們台灣常常被牽涉裡面 我們政府應該重視這件事 對 要把這個跟我們的關係 要把它撇清 要召開重大的記者會 要不然疑惑無窮 因為現在這種恐怖攻擊 已經是大規模的殺傷了 不是小規模的殺傷了 我們台灣不應該被扯到這種 這種恐怖的攻擊裡面去 沒錯 但是看我們政府沒有什麼 在具體的作為 來 問一下楊老師 這是一個現代木馬圖承記 對不對 5千個Pager BB Call 然後幾百個對講機 來自於台灣 來自於日本 你知道在台灣 在日本 我想在台灣也有 我在日本看過好多這種節目 也就是二手 舊的那些電器設備 其實是有人收購的 在台灣有沒有 有 它主要市場在哪裡 中東 非洲 而且還非常人氣 現在這些市場可能會受到衝擊 所以他們對於台灣製造 或者是說在日本製造 以及在台灣使用或日本使用 那你到這些中東 市場都很好 所以當然 真主黨可能是基於安全理由 用這個就是呼叫器 然後摩薩德大概知道了 他們就在不知道什麼時候 也許更早兩三年前就開始 就做這樣子的一個人頭公司 然後不斷的去製造 跟台灣之間的連結 然後進入到了這個供應鏈裡面 然後開始在做這些東西 是在台灣還是在歐洲 我們不知道 那在日本的東西在哪裡做 我想這個一定有關聯 但問題是美國不會查 以色列不會查 我們台灣也不會查 所以沒事 可是這種情況 是叫民間裝置武器化 這民間裝置武器化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怕怕 會喔 因為你發覺到這個BB Core 跟這個對講機 是不是可以帶上飛機 我想現在在機場 會碰到一個很大的困擾 從此開始這些東西怎麼辦 是不是 你不要說手機 那其他這一些用過的 一定時效的 年限的 那將來你帶上飛機 或者是在這些任何的場合 你再使用 那個BB Core各位知道嗎 他們在參加 他就是17號發生 呼叫器有11個人死亡的 葬禮上面 突然對講機爆炸 又造成很多人死亡 一下又將近20個人 所以現在已經有30多個人死亡 這是一種恐怖攻擊 因為他不分對象了 他不分對象 聯合國秘書長 聯合國人權委會 都出來指責 違反國際人權法 國際人道法 那你用民間裝置武器化 這個開了一個好大的一個門 你知道嗎 那以色列這樣子的作為 不分對象的 這裡面有醫生 也有護士 確實的數字我們不知道 在死亡的人數裡面 有多少怎麼樣的身分 但3000人裡面 一定不只是真主黨的人 所以現在整個黎巴嫩 黎巴嫩這個國家 跟真主黨不一樣 真主黨現在只是 黎巴嫩裡面的一個反對黨 在黎巴嫩南部 然後跟以色列交戰 可是黎巴嫩還有好多其他的 這種不同的派系 有一些其實還跟以色列 關係不錯的 現在整個黎巴嫩 對於以色列這個行為 覺得是對這個國家的 恐怖攻擊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是被利用了 台灣是被利用了 但是這個廠商話講不清楚 不過沒有關係 但我講過 美國不會查 台灣不會查 以色列不會查 可是這個Made in Taiwan的東西 是不是在這些市場 這些地區 就出現一個問題 將來飛機安檢的時候 一看到Made in Taiwan 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另外一種看法 好 我們來問將軍 這次來講的話 現在訊息已經出來 它裡面那個炸藥 名字很長 叫做 激物四醇四硝酸脂 簡稱PENT 這是一種火藥 那這種火藥 它這個安定性 穩定性很好 它不容易爆炸 因為你裝在這個BP扣裡面 你如果說是摩擦比較嚴重 或者是撞擊比較嚴重 就第一個BP扣被引爆來講 人家後續就很容易發現 這BP扣裡面有炸藥 所以它特別選用這種火藥 穩定性非常好 那它這個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必須要到 某一種溫度以上 它才會到達它這個引爆的燃點 所以那這次很明顯的 從過程之中我們看到 就是很多人都是BP扣先想 想說它拿出來以後 就緊接著就發生爆炸 可見了他們設定了這些程式裡面 用一個信號發射過去 讓你的BP扣 所有的信號開始發燙 發熱 到達它的這種爆炸的溫度之後 然後緊接著一個信號下去以後 就整個爆炸 當然這個機器來講的話 這個BP扣我們台灣 現在是極力要撇清關係的 但是我個人來講的話 你今天這個徐董事長 你真的要跟大家講清楚 不然的話 台灣怎麼會被你拖累下去 因為他們一般來講的話 疑點就很多了 為什麼這個BP扣密封之後 它還可以把這個炸藥 放到這個BP扣裡面 是誰放進去 在什麼供應鏈 什麼時間點放進去 你說是匈牙利那個公司 用掛你的牌 可是大家去看 匈牙利根本沒這個公司 他沒有生產這個工產線 這個機器一定是在工廠裡面 生產的 那到底是在哪個地方生產 現在關鍵在這個地方 現在來講 大家看到Mate in Taiwan 可能就是就開始會緊張會擔心 那我特別要講 昨天我在這個本節目 在五點鐘的節目我特別有講 我說緊接著以色列 一定發動攻擊 為什麼 我當你的通訊系統整個瘫痪掉之後 所以斬首作戰 這就是斬首作戰 你所有帶BP扣的應該都是 珍珠黨的這種高階的指揮官 才會帶這種BP扣 利用這個來做訊號或情報的一個傳遞 這些高階的指揮官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不管是被炸死的或受傷的 你現在沒有指揮能力的時候 可以說是群龍無首的狀況之下 然後我昨天就在節目裡面講 我說在很快一兩天之內 以色列就會發動攻擊 那果然不錯 昨天晚上緊接著就是對氧機爆炸 對氧機爆炸 這個對氧機應該是比較基層官兵使用的 因為基層官兵 它這個通訊距離大概兩公里 譬如說我們炮兵來講 下達這個射擊的口令或幹什麼 大家在不同地點可以用一個通訊區 像我們卡車司機 在高速公路上面 卡車司機通常也會用這種對氧機 前面有警察 你過來的時候小心一點 幾公里的時候發現有警車 大概這就是這一類的對氧機 那我們結合加蘭特 就是以色列國防部長 他那天我就覺得很特殊 他講了 他說以色列現在有一個新的作戰政務 就是要從以色列北部地區 那時候為了應付帕迪巴倫 鄭主黨把這些居民移到中部地區來住 6萬人他要讓他回到以色列北部 那要他回去的話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 將鄭主黨來講的話 做一個徹底的簽名 才有可能讓這些人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中東地區這場大戰 可能即將開大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回來